太监说话真的跟女人一样吗 下面就是清朝最后一位太监说话的真实影像 此段珍贵影像拍摄于1984年 很显然 孙耀廷说话的声音跟81岁的老奶奶并没有什么区别 相比之下比普通男人更加有女人味 根据孙耀廷的介绍 我们也了解到了一些宫廷内幕 其实太监的生活并不像我们在电视剧中看到的那么无聊 反而充满了许多神奇色彩 但也夹杂着些许命运挫折 而最让人羡慕的就是能给皇后洗澡以及给嫔妃守夜 也许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件苦差事 但放在古代 这可是许多男人连做梦都想从事的工作 因为一旦得到了皇帝和妃子的宠幸 你的人生就会像开挂一样直接走上巅峰 什么皇权富贵人间美食你都能脱手可得 因此在古代 许多穷人家就算挤破脑袋也要把自己的孩子送进宫里 希望他能成为太监 日后能光宗耀祖 孙耀廷就是其中一个 因为打小家里就非常贫穷 且上面还有四个兄弟要养活 所以他的父母不得不给他最小的儿子来上一刀 然后再到处脱关系把他送进宫里 当孙耀廷被送入皇宫后 不仅没有看到想象中的荣华富贵 反而成为了一个整天被人欺负的小奴才 每天都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 直到有一天 孙耀廷被调到了婉容皇后的寝室 就是做起了专门为皇后嫔妃们洗澡的工作 但在给皇后擦洗更衣的过程中 他必须得闭上眼睛 如果不小心睁开眼睛 那便会迎来一顿毒打 但幸运的是 婉容皇后是一个受过新思想教育的人 不会轻易责罚下属 但一直待在宫里没出过宫门的那群老封建们可不是这么想的 在这期间孙耀廷可熬了不少老封建们的棍棒 直到这个倒霉的小太监终于熬过了十夕期累积了一点人脉后 结果大清突然灭亡了 所有太监和宫女全都被逐一转出了宫廷 此时的孙耀廷感到非常绝望 在这期间他有想过了结自己的一生 但又回想到自己前半生在宫里熬过了那么多的苦难 又感到非常不甘 但他除了会伺候人之外 其他的什么都不会 回到老家种地 自己的那副残趣病体早已无法承受高体力的劳动 但幸运的是天无绝人之路 孙耀廷在回老家的路上 偶遇了一群和他一样同病相连的太监 同样的出生 同样的家庭贫穷 同样在宫廷里曾被那群老封建们殴打和辱骂过 于是他们惺惺相惜 决定一起在北京租下一套四合院 相互安慰共度余生 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天 他们才完全走出了痛苦和羞辱的阴影 看到了真正的自由与平等 也许这就是孙耀廷和仲太监们一生中最好的释怀吧